12日,意大利罗马附近的普拉特克德马雷基场,纳粹德国一支神秘的部队正从这里悄悄起飞,向一百多公里外的大萨索山进发。 这次代号为像术计划的行动高度保密,执行这次任务的是纳粹德国刚组建不久的一支特种作战部队。 他们的目标是海拔两千米的大萨索山山顶,他们将在那里进行空降。 根据空中侦察,大萨索山上全是杂草丛生的荒坡和覆盖着白雪的岩石,根本没有适合飞机降落的场地。 要在这样的地方降落,无疑是拿生命做赌注。 橡树计划,究竟是一次什么样的任务,以至于这支德国特种部队要冒这么大的风险,他们要攻击的目标又是谁? 这里是经典人文地理,我是石良。 刚才大家在短片里看到的,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军队的一次秘密行动。 这次行动的代号很简单,叫橡树计划。 橡树,在欧洲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。 但实际上这次行动却是高度机翼非常重要的军事行动。 首先,参加行动的并不是普通的德国士兵,而是一批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部队。 而且,指挥这次行动的不是别人,而是纳粹国家元首,希特勒。 那么,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和重要的任务,要让希特勒不惜派出自己的王牌部队呢? 要把这事说清楚,我们就先得来认识一个人。 就是他,这位人兄熟悉二战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,他就是响当当的意大利法西斯头目,莫索利。 看他那样,一脸骄横跋扈的样子。 1883年7月29号,莫索利尼出生在意大利一个土地匠的家里,按说也是个普通人家出生。 可这家伙从小就不受规矩,性格狂野,非常狂妄,警察和同学打架,而且还被学校开除。 但是,长大以后呢,他却当过老师,还做过记者,也当过兵,也在报社做过编辑,干过不少事。 可就这么一个人,他却自认为是凯撒再生。 在39岁的时候,他发动了武装暴动,建立了第一个法西斯政权。 就这么一个家伙,曾经狂妄地表白, 我是上帝,派来拯救意大利的神灵。 够狂妄的吧? 就连希特勒当年也把他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,称他为法西斯事业的导师。 谢谢。